要说一个城市是否适宜人们居住 经济水平的发达固然重要 但并非就是唯一的标准 每个人的幸福感、愉悦感、归属感和理想城市不同 因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评选都会围绕城市环境优美度 社会文明度、生活舒适度、教育水平 医疗科技等移居指数来进行评选 国际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日前发布了2022年全球最移居城市排行榜 根据榜单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全球十大最宜居的城市 一起来看看吧 中文开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往期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名 澳大利亚墨尔本 这是一个靠淘金起家的城市 在1835年以前 这里没有人居住 因为发现了金矿 到了1880年 墨尔本已经高度发达 曾被称为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 墨尔本是澳洲第二大城市 曾做过26年澳大利亚首都 和悉尼的现代 繁华相比 墨尔本有非常明显的欧式韵味 生活悠闲 文化底蕴更深厚 这里有更辉煌的人文历史 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 这座城市的医疗水平高居全球第二 世界200强医院墨尔本占了四个 澳洲最佳医院前十名 墨尔本就占了一半 这里的平均教育水平高 物价和生活成本较低 治安状况较好 这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 绿化覆盖率高达40% 维多利亚式建筑 有轨电车 歌剧 画廊 博物馆 以及绿树成荫的花园 小巷构成了墨尔本典雅的城市特色 第九名 荷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荷兰的首都 一个有红灯区域 以及大麻咖啡馆的城市 能进入全球宜居的前十名 也是出乎地球军的意料 阿姆斯特丹气候一人 冬季很少低过零摄氏度 夏季温暖不炎热 八夜的平均最高气温 仅有22摄氏度 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旅游城市 阿姆斯特丹是个水城 四周运河环绕 河头纵横 水位几乎与街面持平 街道古老宁建 运河两岸的房子都是三层 四层小楼 贝兰 绿 红等各种颜色精心装饰 门小窗户大 我国贵州镇远古城 武阳河两边的房子 和这里的房子 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显得古老而极有味道 这是一个以活力 以及与众不同的夜生活 而著称的城市 荷兰人思想开放 在大多数国家 明明禁止的黄赌毒 在这里竟是合法的 这里闻名全球的红灯区 遍布着相关用品商店 表演场所 这一独特的风景 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 不过大多数 也只是为了看看西洋景 这座城市 和很多欧洲城市相比 不算幽静 地球军在阿姆斯特丹 就见过 在其他欧洲城市 见不到的车水马龙 和非常密集的人群 但这座城市 社会治安却很好 幸福指数也不低 曾被评为 欧洲最安全的城市 运河 风车 小桥 船窝 墨携河的玉金箱 构成了阿姆斯特丹 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第八名 加拿大多伦多 多伦多是安大略省的省府 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安全 富裕和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城市之一 连续多年 被联合国人居属 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多伦多的冬天 比温哥华要冷 但最低也不过零下十度 比我国的哈尔滨 要脑活很多 这里环境好 犯罪率极低 尤其出色的是 这里的医疗保健和教育 评比北平为满分 是国际公认的宜居城市 多伦多是一个移民城市 这里人口的49% 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 华裔人口有70万 更居全国之怪 除了英语和法语之外 粤语是这里的第三大语种 川 乡 粤 以及北方风味的中餐馆 遍及这座城市 地处多伦多的尼亚加拿大瀑布 气势宏伟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瀑布之一 白球恩故居也在这里 建于1880年 院落宽大 绿草阴阴 白球恩1890年3月3日出生于此 第七名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是德国第五大城市 也是欧洲的经济中心 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 高楼大厦随处可建 二战中 这里80%的建筑都被彻底摧毁 是个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都市 既是一个能挣钱的城市 也是一个宜居城市 法兰克福素有律废之称 这里有全德最大的城市森林 面积达6000公顷 而且有一半以上位于城区 因为环境好 所以这里很多人都选择步行或齐行上班 平日人们在工作之余 可以经常在森林里散心 法兰克福能进入全球宜居城市的前十 与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发达的交通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住在城市周边 因为地铁 有轨电车等公交系统发达 许多白天在城里上班的人下班之后 就坐车回到自己在近郊的家 法兰克福是欧洲少数几个有天际线的城市之一 欧洲最高的十座建筑 有八座在法兰克福 第六名 瑞士日内瓦 日内瓦是瑞士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世界著名的钟表之都 大名鼎鼎的百达斐力 蒋诗丹顿 劳力士 卡地亚 小邦等万表都源自这里 世界卫生组织 世贸组织 红石自汇总部 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在这里办公 是著名的国际化城市 日内瓦湖清澈如尽 湖中喷射高度达140米高的大喷泉 如一把闪光的长剑 直冲云霄 人工美与自然美 相应生辉 这里有令人心动的魅力小镇 随处可见的公园 不期而遇的城堡 令人垂涎的美食 良好的治安与便利的交通 让这里成为全世界少有的一居天堂 日内瓦最著名的建筑 是万国公 是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在地 第五名 加拿大温哥华 温哥华城市人口只有六十多万 却是加拿大的主要港口城市 和国际化大都市 城市被湖泊与海洋环绕 环境非常优雅 是一个有山 有海 有湖的地方 已连续多年被经济学人智库 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 东界的加拿大 大多数地方都是冰天雪地 不过温哥华却温暖如春 这里属温带海洋性气候 气候温和 这里的夏天尤其凉爽 七月份气温最高只有22摄氏度左右 别提有多舒服 冬季这里的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上 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在同一天进行滑雪和冲浪的城市 温哥华令人羡慕的是 这里的社会福利 本地人看病不用自己掏腰包 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 这里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失业和子女抚养 国家都会给你补贴 这里是华人移民扎堆定居的地方 华人占了总人口的21% 走在街道上 随处可见华人开的餐厅 商场到处都有印着中文的招牌牌匾 很多人到这里买房定居 也导致了这里的房价连年上涨 第四名 加拿大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的第四大城市 虽然没有温哥华 多伦多出名 但被称为世界上最富裕 安全和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城市之一 多次被联合国人居属评为 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干净到什么程度呢 全年的PM2.5平均浓度只有5 远低于加拿大其他城市 卡尔加里仅靠洛基山脉 自己分明 气候舒适程度名列全国第三 这座城市的医疗福利令人羡慕 全民享受免费医疗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急准看病 医疗福利系统都可以给你报销 不用你花一分钱 卡尔加里的房价很便宜 20万加币就能买到一套公寓楼 40万能买到连排别墅 房价比温哥华 多伦多都便宜不少 是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 这里有加拿大排名第一的自然旅游景点 颁服国家公园 是世界著名的自然风景区 除此之外 在卡尔加里还有一座中国城 1880年 中国移民来到这里参与铁路建造 之后就留在此地 第三名 瑞士苏黎市 苏黎市常被人误认为是瑞士的首都 这里清澈纯净的湖泊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美景著称 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 全球有120多家大银行总部设在这里 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苏黎市历史悠久 是一座中世纪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城市 老城区鹅卵石铺旧的石板路 优雅美丽的古老建筑 许多中世纪流传下来店铺 个性而富有创意 让这里弥漫着怀旧复古的气息 繁华又不失底蕴 这里有非常便捷的公共交通 穿行的蓝色车体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各界名人都愿意乘坐公交车出行 这里没有悬的繁茅 生活节奏不紧不慢 医疗保健系统 在全球享有生育 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属 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苏黎市还有美食制成的生育 在这里能吃到全世界的美食 包括法国大菜 地中海小吃 日式料理和中国风味菜肴 最著名的瑞士本地美食 是瑞士传统奶酪 苏黎市湖 是瑞士最美丽的湖泊之一 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大道之一 班霍夫大街也在这里 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珍宝 名贵皮草 手表 珠宝首饰 极尽豪华 是追求世界名牌的圣地 第二名 丹麦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是丹麦首都 也是该国的最大城市 都知道丹麦有童话王国的美誉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童话故事 也有很多童话般的宫殿和城堡 城市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 既有现代化的都市感 又有古色古香特色 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首都之一 这里气候宜人 夏季平均气温最高只有22摄氏度 是全球著名的避暑城市 这里是容美观整洁 居住环境十分优美 有便捷的地铁环线和完备的自行车道 人们出行可以轻易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这是一个慢生活的城市 每到午后或是周末 这里大大小小的公园里 就坐满了悠闲享受时光的人们 多则饿了 街上有各色饭馆 既有丹麦的传统菜肴 还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味 在海边静静沉思的美人鱼雕像 栩栩如生 是丹麦的标志 哥本哈根市政厅钟楼前 长挤满了后期的来访者 这座制作精巧的天文中 不仅走时准缺 还能计算太空星球的位置 是一个所将花费了40年心血 才造成的 阿美林宝宫是丹麦王室的住所 如果广场上的旗帜是升起的 那说明丹麦女王正住在里面 第一名 奥地利维也纳 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 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因为金色大厅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 贝多芬 约翰·施特劳斯 海顿 莫扎特 几乎能想到名字的音乐巨匠 都和这座城市有所关联 这是一个音乐元素 融入到骨子里的城市 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 位于多芬河畔的维也纳 气候一人 成见美观 这里很少高楼大厦 街道整洁干净 空气好 多芬河永远是蓝色的 打开水龙头 自来水都可以喝 这里的贫富差距小 社会治安好 犯罪率非常低 有人开玩笑说 这里警察最大的职责是从树上就猫 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真是走哪都受到欢迎 它是美全宫皇家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维也纳的城市管理很人性化 冬天公交车的座位会自动加热 停车开门的时候会向右倾斜 以方便孩子 老人上下 甚至连银行取款机都是先图卡 后图钱 以免卡片被遗忘 这也是个很传统的城市 很多人都不用智能手机 在很多公共地点 报纸还免费供应 维也纳曾连续十年 被联合国人居署 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看完这些 你是否会有移民的冲动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